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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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啊 我早就劝过你了 不要读什么洋学校 还搞什么运动会 受了伤吧 别以为爸不知道啊 我哪有受伤啊 运动嘛 可以强身健体 令人精神饱摆 就跟迪肯定耍太极一样啊 你呀 就值得牙签嘴利 身为一个女孩子 整天跳上跳下的 不顾礼 称何其懂啊 是啊 女人就应该含羞答答 笑不露齿 脸不姗姗 凡跟人说话就要笑口相迎 点头称好 是不是啊 爸 这有什么不好呢 俗话说 女子无菜便是德 女孩子读再多的出也没用 早晚要出嫁从夫啊 爸 你今天这打扮真是精神啊 不要把话题扯开嘛 爸爸一会儿到码头去 今天有艘船到货 还要到米仓核算 等会儿叫阿佛送你回家去 不要到处乱跑啊 知道了 爸 嗯 喂 老兄 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开车的 臭小子 不要命了 阿佛啊 我在这里下车 你送小姐回去 爸 我陪你到米铺去 我们一起去啊 哎呀 米铺人太杂 有什么好看的 哎呀 你不是怕我到处跑吗 我跟着你 你就不用怕啦 好吧 好吧 那你跟着我 不要到处乱跑 嗯 想个办法整整你的四郎 蔡老爷 小姐 慢走啊 好 哎 爸 我辣的东西在车上了 我要回车上哪儿 你去吧 叫管工陪我一起去好吗 陪小姐去吧 是 大家听着啊 小姐认为你们手脚太慢了 她决定 谁搬米纪米餐搬得最多 就奖赏十个大洋 十个大洋 十个大洋 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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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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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来了 你们干什么呢 这是冤家路窄 又让我遇上他 这批货 是我们先插旗的 这个李大牛 仗着有股蛮劲 敢在太岁头上动吐 让我给他点颜色看看 看着我呀 我们会游泳 住手 呃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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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 真棒 真准 真准 好吗 走 走了走了走了 走 小心点 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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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点 亲点 唉 怎么样 大牛 大牛 大牛啊 大牛 他可能死了吧 死不会吧 喂 大牛 喂 大牛啊 起来啊 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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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开啊 给他点清新空气啊 他还没死的 好 没死啊 嗯 哇 还没事吧 嗯 情有此理 今天我差点就见了阎王 这笔账 我一定要找王松这棍孙子 算清楚 老大 那个王松 一向跟我们作对 跟我们抢码头 前几天为了抢生意 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兄弟 嗯 不发火 他还以为我是傻瓜呢 好 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把他扔下海 好 把他扔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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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你救了我大牛一命 我一定会叫王松那龟孙子 把你那个家传的玉镯子还给你 你放心 谢谢大牛哥 嗯 对了 王松这家伙很狡猾 诡计多端 叫你的兄弟们小心点好 哎 你放心 我有这么多兄弟呢 我不信打不过他 丁女们 今天都要提起精神 准备好家伙 今天晚上把那个龟孙子 打个片甲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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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甲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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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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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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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别跑 李大牛他们找上门来了 宋大哥 李大牛他们来了 王松 你是个卑鄙小人 原来是大牛哥 稀客稀客 少跟我装模作样 我们今天晚上找上门 不说你也知道我们来干什么 大牛哥 如果你是为了今天码头上的事情 我王松在这儿向你赔罪 但是时间已经不早了 何必三更半夜 劳师动众来到这儿呢 你说完了没有 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你算的 还有我兄弟那笔 你休想赖啊 我有眼不识泰山 这位兄弟原来是大牛哥的朋友 怪不得你们俩的脾气这么像了 不是朋友才怪呢 对不对 你少说废话 实相的话 把我兄弟的玉琢还回来 另外 再向我李大牛扣三个头 赔点医药费 要是我不肯呢 我宰了你 我真的好害怕 好害怕啊 素文大牛哥一向一搏云天 谁要是得罪了你 这个仇你肯定是要报的 不过 你从来不会人多欺负人少的吧 好 那我们就单打独斗 你说吧 我们怎么打 我们两个人 各自打对方三拳 谁抵挡不住 就要照对方的话去做 怎么样 好 那我们就开始 我还有一个请求 大牛哥 听说你力大无比 可不可以让小弟先打你三拳 三拳 我怕你手为打断 好大的奶味啊 第一拳 第二拳 第三拳 大牛哥果然厉害 不愧是铜皮铁骨 走了 破了 现在该轮到我打你三拳了 小心吧 怎么回事 他耍嘞 你耍我 你耍我 耍你又怎么样 走 快追 别跑 站住 怎么跑那么快 这个混蛋跑哪去了 五拳坤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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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破摇破水 给我打 林阵对你工人真正的高手要给我冷静 才能动机行驶 是用脑皮来打 原来他们的鞋做了手脚 不会摔倒 对林要出奇之胜 最重要的是步法一环 加速就可以减少每个点的受力 往往可以做出许多超乎平常的动作 扫胡椒粉 扫胡椒粉 不再不摔倒 不再摔倒 走 跑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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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拉宽一点吧 轻点 轻点 你来 来 帮你救他 好 止血了 止住了 好厉害的药啊 这什么药啊 是 什么样 好 最重要是兄弟们没事 谢谢你 没事的 放心吧 你们说 刚才要不要龙哥 我们就算不被乱棍打死 也会被胡椒粉弄瞎呀 对呀 兄弟 这笔战我们要找王松蒜 对 找王松蒜 对 找王松蒜 你们都给我住嘴 阿忠 大牛哥 什么事 给我把柴油火把拿来 那柴油火把干什么呀 我要取王松的狗命 一把火 我把它烧成灰 大牛哥 兄弟们已经煽成这样 何必要他们再去冒险呢 这儿轮不到你说谎 你别以为救过我大牛一命 就可以在这儿作为作福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你我都是练武之人 杀人犯火 杀人犯火 是下三流的事啊 好小子 竟敢教训我 好 我李大牛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就是想跟我争作老大 成 李大牛的地盘 是我用老命换回来的 如果你今天能赢我 从今往后 我就让你做老大 站住 不跟我打 你就别想离开这儿 传言道 一山不能藏二虎 一场惊天动地 弃鬼神的世纪大比拼 就这么展开了 经过一个石破天惊的晚上 他们仍然动也没动过 原来他们正在进行着 一场最惨烈的耐力大比拼 作为双雄比斗 三个回合之中的第一回合 无言以对 如果要带这么多兄弟 在码头抢地盘抢饭吃 一定要够沉着 稳住 有惊人的耐力才能胜任 这个回合无言以对 就是比不说话 谁先说话谁就输 连屁也不能放一个 哇 他的耐力香到惊人啊 大牛哥 天亮了 我没有跟你告辞了 不费惊人 大牛哥 这么下去你很吃亏啊 大牛哥 为了我们你要撑下去 大牛哥 你忍得很辛苦啊 哇 大牛哥 你下边好像湿了 好 我没尿尿 我已经输了 你赢了 现在是第二回合了 那么参选的这位先生 就是我们英俊潇洒 身材等于两个对手这么高大 看起来力量超过对方八倍的苦力王 我们的大牛哥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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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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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声音是够大的 不过你看这碗都没有泼 好 这次算你赢 这个回合是大牛哥胜 两个回合加起来是一比一 但苦力这行最要紧的是不认输 适应能力要强 别人做得到自己也要做得到 所以第三回合大比拼叫做 你行我也行 只要能模仿到对方 而又不出错的就是胜方 谁赢了这个回合就是大赢家 现在小龙哥先做 真厉害啊 老大 你行不行啊 我小的时候就会了 老大 老大 吃吧 老大 吃吧 老大 怎么样啊 老大 吃吧 别叫我老大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我李大牛 输得心服口服 说真的 你的功夫的确比我好 那以后就由你来做老大吧 这盘呢 是你打回来的 应该是你做老大 你可是我这么没用 要不可以保护兄弟们 喂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 还不过来拜见老大 快点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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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啊 大牛哥 你要我做你老大 那你听不听我话 我叫你做老大 当然听你的了 好 那我现在就命令你 做回他们的老大 想不到你 这么讲义气 我李大牛长这么大 也没结交过像你这样的朋友 以后 我们就做个好兄弟吧 有福同享 有奈同当 嗯 好 好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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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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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也没事吧 没事 区区那么点胡椒粉 可以整死我王松 江湖中最敏捷 最激愣的要输我 是不是 对对对对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没事 就好像老大说的 区区几粒胡椒粉 我们还避得了 嗯 不过最气人的就是 已经倒了嘴的肉 还要把它吐出来 地盘本来就是我们的嘛 小龙还真能打 你闭嘴吧 你有完没完 告诉你们 昨天晚上被他们 杀个措手不及 是因为我没有防备 那臭小子 因为会点功夫 有点蛮劲 就想在省城逞威风 我告诉你们 混饭吃 靠的是脑子 知道吧 对对对对 蒙虎压不住地头蛇 你们跟着我王松 不会吃亏的 等着瞧吧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对 这个仇一定要报 对 这个仇一定要报 宋大哥 刚才我路过码头 见到李大牛他们用布 蒙着眼睛 手上还拿根竹子 我看是被我们的胡椒粉弄瞎了 所以我说呢 只有蛮力是没用的 最要紧是靠机制和灵敏 说得对呀 对 废话上说 马上叫弟兄们到码头集合 现在就是打垮他们的好机会 对 对 可是那个小子的眼睛可没瞎 哼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 多个地盘多口饭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再一起家伙 跟我走 走 走 眼睛疼 难受啊 怎么办呢 这真是瞎子了 一会儿可怎么办呢 看不见 这臭黄松真是阴险毒辣 用这么下流的诡计来害我 嗯 完了 我李大牛这辈子算完了 大牛哥 你振作一点 振作 你叫我怎么振作 大夫都说了 我这辈子都会瞎呀 我以后走路都得拿出棍子 我怎么照顾弟兄们 怎么在马头上打铁架呀 大牛哥 就当我们倒霉吧 本来因为小龙哥这么好的老大照顾我们 想不到 他又说乡下有急事 一大早就走了 你这个马后炮 现在说有什么用啊 我现在这么惨 要让王松那龟孙子看见了 那不他得乐死 我还有脸贱人吗 这下机会来了 以后地盘都丢了 恐怕连饭都没得吃了 你说我们将来的日子怎么过 老大那边有生意 过去看看 你也有今天 王松 王松 你想干什么 我可不怕你 别以为可以欺负我们 出来出来 在这儿呢 我王松今天来 就是要来抢你们的地盘 太怕了吧 那天晚上你们跑得快 便宜了你们 今天你们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王松 你想干什么 哼 想要活命的话 过来磕几个头 叫几声宋大哥 说不定就饶了你 好还不吃夜间贵 走吧 走 老大 老大 他们会不会上当啊 有点耐性吧 鱼就快上钩了 你 在省城这个地方 想跟我王松斗 从今天开始 这个码头就是我王松的 听见了没有 给你 准备了 小龙 哇 这招厉害呀 你说我是个大笨牛 可我老大他不笨 他有脑子 公不了巴的 人多欺负人少 算什么英雄 英雄啊 那你用胡椒粉来暗算我们呢 那又算英雄吗 圣者为王 要杀要剐 孙女变 我们连吾的人 最讨厌正式气人 在这个大城市 想混口饭吃 就什么都要争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自己又笨又蠢 不要怪别人 你这个人 骗了人还这么理直气壮 混饭吃就要坑门拐骗了吗 你这种人真是无药可救了 懒得跟你说 把玉镯还给我 真是个乡巴佬 那玉镯的值不了几个钱 我早就卖了 这该死的 王宋 你不想死的话就赶快告诉我 玉镯卖到什么地方去了 阿邪啊 有人要擦鞋吗 擦 好了好了 一个大洋 这妖精要擦干净 你放心吧 一定会擦得很干净 不干净不收钱的 行了 这也叫干净 你怎么搞的 我刚刚才把鞋擦干净 你却在上面吐口水 再擦点剩你两个大洋的 擦吧 擦好了 先生 两个大洋 擦得这么难看 不给钱 你还没给钱呢 滚开 你还没给我钱呢 给钱啊 给我钱啊 小小子别撐着我 给钱 你别生张马来刹啊 给我 滚开 我给你钱吗 王八蛋 来要去 他的钱不给你呢 有钱啊 管你怎么说我 小朋友 先生 是不是想擦鞋啊 我帮你擦得很干净 让我看看你的脸 为什么你脸上 有这么多的红点啊 先生啊 你要擦鞋吗 帮帮我吧 小朋友 你跟我来 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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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智去哪儿了 小智 小智在那边 不用 不用啊 我怕啊 我不用啊 孩子 你们把我孩子怎么样 这位大神你不必担心 我看你儿子好像是出麻疹 所以给他打了一针 他出麻疹吗 是一种传染病 最近我在几个村落见过 这段时间 可能是这种传染病的高峰期 不过大神你不用担心 我给他注射了疫苗 他应该没事 大真 假羊鬼子 你有什么居心啊 我儿子只是被蚊子叮了 他没有病的 走 别理这种人 我们走 我不相信你们 出疹子被当成蚊子叮 又不知道有多少人 因为不会处理这种病 而受害 这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这么固执 眼光这么短浅 可以放眼世界的话 那你说多好 这要靠齐先生来教育大家了 靠我个人的力量能做到 我会努力的 再见 你来 坐下个人 你坐下个人 你找我 我是我就会大一天 那一天 是 是不是这下 怎么样 你是不是想耍我们 在那边 识相点 不然就要你好看的 走啊 大伯娘 老地方见 到时候奔赞啊 王松 你回来 你没事吧 什么事啊 兄弟 你吞了我钱包还装蒜 什么 我会吞你钱包 我也要紧事 我懒得跟你说 别走 好 让开 先生 什么事 他透露我钱包 追 这边好了吗 一 二 三 OK 咱们拍好不好 好 一 二 喂 你们俩让开点好不好 我认得你 你就是在学校 偷看女孩子 换衣服那个坏蛋 是他呀 我也认得你啊 你不要过来啊 你看 这是什么西洋武器啊 这么厉害的东西 你们不知道的 这个叫射魂机 你们要再过来 把你们的活格射走 你们咋别跑 喂 快跑 别跑 鬼鬼祟祟的 有书不读 连照样机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也难怪啊 这也难怪啊 一般人没那么容易 接触到这些西洋东西嘛 是他们没有见识 射魂机 要射也不射他们的魂呢 看着他准备好事 幸亏没让他吓得 连照相机都打破了 就是啊 不然的话 明天拿什么去拍大合照 我求了我哥很久 他才肯借相机给我 有了这部照相机呢 明天在毕业典礼上啊 我要给Rosemary他们的颜色看看 哎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他们犯我 我一定要反抗到底 怎么 红红的绿眼睛很了不起啊 我不会做缩头无归的 我知道你心怀大志 好了 拍照吧 刚才啊 我做了半天模特了 现在更轮到你任我摆布了吧 你想都美艳 快 你可以跟他们说清楚啊 对不对 哎 不行 让那些羊鬼的抓住了 有力也说不清楚啊 来 喝酒吧 真是不服计 又让王松给跑了 老大 这个人很狡猾的 嘿嘿 你真是人太好了 要是我 早就一刀把他宰了 哎 今天无缘无故 被他耍得我们云头转向 还被人追了半天 哎 这个王松 我一次又一次地给他机会 他却死性不改 下次再让我见到他 我一定拨他的皮 你们功夫这么好 怎么会让王松跑了呢 今天倒霉 大哥在街上 遇到一个假羊鬼子 会功夫 嘿嘿 四缠着我们俩不放 后来呢 又遇上两个念西洋书的女孩子 刚才我们只是顾着追王松啊 说起来啊 我应该为上次在学校的事 向那两位姑娘道歉 道什么歉啊 我看那两个妞啊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拿着个什么西洋射魂机 左射 右射 什么 射魂机 什么呀 听他们说啊 那个射魂机 像你这么闪的闪的闪了 闪了一下 就把你的魂给勾走了 哎 不知道那两个女学生 哪句话才是真的 这就难说了 不过西洋东西真的很厉害 上次我在南京 我亲眼见过火枪 砰的一声 连枪都打穿了 是是是 还有什么电报机 好像是千里传音呢 可以一下子把消息 从省城传到全中国去呢 这么厉害 对啊 没那么厉害吧 真的啊 太夸张了吧 没夸张 大牛哥 你的魂有没有被勾去啊 喂 我看啊 王松现在真的是被勾去了 三魂七魄了 我李大牛 正人君子 堂囊正正的 我的魂又怎么会飞走呢 别说了 别说了 我们吃东西 来来来 来 再来 来 再来 你 破好了 破好了 小升�子 大牛坐在魂 真的被人勾去了 大牛 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啊 很难受 一会儿冷冰冰的 一会儿 又好像有火在烧 烧我似的 原来是真的 不像我的魂 已经被他们射走了 我这次死定了 魂被勾去了 老大 我李大牛 可 可也是你做老大 我真的很高兴 不过 对不起 我以后 再也不能为你做什么事 岂有此理 死养鬼子 竟然用这么狠毒的武器来害人 大牛 你也顶住啊 大伙在这儿等你做事呢 不行 我要出去查个清楚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射魂 不过这回事 大友 你振作一点 等我回来啊 好 快点 过来 来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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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把头发拨一拨 阿蕊叫他跟另外两个同学换个位子 交换位置 好了 怎么样 笑一笑 笑 一 二 三 笑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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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身下完了 开关好像有问题哦 我不会弄啊 上往下转 转到你三格 带你我旁边的开关了 齐先生 欢迎你做我们的班奖嘉宾 校长在那边 嗯 请 那位先生是什么人 好像很有风度啊 嗯 好像兴棋 哦 对了 上次学校运了一批信仰乐器 好像就是位先生帮我们买的 嗯 不过 很多人在这儿背后 教他假洋鬼子 嗯 难道我们也是假洋鬼子吗 心里大字的一个中国人就行了 快来快来 站好 站好了 我来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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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站好 开镜头啊 起码 我们上车啊 起码 准备了啊 准备了啊 来了啊 一二三 要射魂了 交姐没有了 我去换啊 然后 来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怎么又是你啊 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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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想怎么样了 上一次的误会 我可以在这里向你道歉 不过有一件事我要问你 什么事 你是不是用它来害人 不知道你说什么 你还装算 我问你 你是不是和洋人 用这部机器来射人的三魂七魄啊 神经病啊 是啊 我是女妖啊 我就用它来勾人的魂魄啊 很多人的魂都被我勾去了 就差你啊 要不要试试啊 想不到你身为一个女人 帮洋人用这东西来害人 喂 喂 你干什么 下面你盯着 婉婷 下面你盯着 婉婷 大家听我说 不要啊婉婷 我后妹子孩子是女妖 她有一部害人的机器 你干什么 你们听着 还给我 你们不要这部机器给骗了 嗯 这部机器可以勾魂的 还给我 还给我 这部机器可以勾魂的 哎 你听来的我 是 还给我 喂 哇 啊 啊 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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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哎 好 这东西呢已经摔破了 不会再害人了 哦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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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快 快 别跑 站住 快 别跑 快 追 难道 哪里 快 sty 揭住他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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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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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是啊 怎么跑的 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 这就不上车了 站住 在那儿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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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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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跑的 站住 站住 还不忘了 站住 站住 抓住他 再来 再来 先生 你小心 先生 你小心 哎 哎 哎 有毛子 哎 快点 快点 来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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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点药给他吃 他底子很好 过两天就没事了 对了 我出去一会儿 你又去后村给人打针哪 还是找个人陪你去吧 我担心村里的人 又会用石头砸你的 都督大人约我有事商议 我晚一点回进村 对了 你给我预备些糖果 小孩子看见会开心的 也许会接受我们的注射 好 齐先生 都督大人在办公室等着你呢 这边请 谢谢 真是百文不如一见 齐先生果然是一表人才 都督大人过奖了 其实我也是半个走江湖的人 我喜欢坦白爽快 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 真是爽快 齐先生应该知道 现在上面正积极鼓吹对外贸易 最想打开门户和外国人做生意的 是大总统 眼下万事俱备 就欠一个接洽人 我们准备提齐先生担此重任 上面怎么这么看得起我齐某啊 这个也就是为国家做事的机会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中 都督大人 平时公务繁忙 你一定不知道外面有很多人 歪曲了我们推广门户开放的宗旨 其实我们的目的是借助西方的科技 来改变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很可惜 有一部分人 因为自己的利益 而运进一些根本没有实际用途的外国货 来欺诈我们自己人 都督大人 你认为这些人这么做 是不是等于在水深火热的中国人身上 再加上一脚呢 好好好 说得好 齐先生果然有报复 那么这个重任 你还可以再考虑一下 过几天 我要代表国家和英国人谈生意 这也是国家的事 为国家做事 我齐学礼当然义不容辞 那我们一言为定 我还有事先行告辞 我到时派人接你 请 来 爹 这口气只有你才演的像 你给我闭嘴 要不咽下这口气 明天我怎么跟英国人谈生意啊 再不捞油水给上面 我的职位就保不住了 我有事 我 你给我站住 拜托你花点时间去念书 用不着爸爸低声下去去求人 积学礼 我不信他你没办法 小姐 你回来吧 金姐 谢谢你 到这边坐吧 嗯 你家好大好漂亮啊 金姐 这位是施小姐 是我经常跟你提起那位同学 施小姐 我们小姐常常提起你 请坐啊 你们家很特别 中西合并 我还是觉得你们家好 起码你有爸爸妈妈疼你 我家里啊 整天冷冷清清的 多数啊 只有芝芝跟金姐陪我 哎呀 芝芝 芝芝 哎 芝芝 来 好可爱啊 她就是芝芝啊 嗯 个子这么小 好可爱啊 她就受伤了 上次我哥发脾气打她 我哥很凶啊 我担心她知道相机的事 不用怕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不向她解释 小姐 到时间练琴了 嗯 婉婷 你坐一会儿吃点豆一等我啊 好 我马上就出来了 哎 婉婷 我看还是再商量商量 再跟我哥说 我担心她会骂你 做错了事当然要挨骂了 难道要我像那个家伙那样 一走了之啊 哎 金姐 你们大少爷在吗 大少爷出去了 上哪儿去了 我有要紧事找她啊 依我说啊 那些西洋妞真的是很棒啊 你相信我啊 真的很正点 身材像葫芦一样 还有啊 她们的那个屁股啊 打得可以开舞厅啊 真的好惹火啊 一会儿过去好不好 正点啊 赵 赵 正你的头啊 只会带我找西洋妞 毫无心意 我爹是嘟嘟大人 要找西洋妞啊 打个电话就行了 再说那些西洋妞啊 一身的肥肉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玩你的 少爷 少爷 那你想玩什么 试过这么多呢 还是我们本地和好 个子小小 腰细 皮子嫩嫩的 好 好 花少爷有没有来啊 就在那边 哦 谢谢啊 谢谢啊 来 少爷 有美女送上门啦 适合你啊 是本地货啊 请问 阁下是花少爷吗 对不起啊 我是阿蕊的同学 我姓施 妨爱你吃饭了 不不不 没什么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来来来 谢谢 是这样的 前两天呢 我托阿蕊 帮我借了一部照相机 现在这部照相机 这相机怎么会这样啊 对不起哦 照相机被我不小心弄坏了 你不要怪阿蕊哦 要不然 我陪你请好了 嗯 照相机呢 并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得到的 这次把我难住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 对不起啊 实在对不起 也许 会有其他补救方法呢 少爷 你还在这儿呢 老爷到处在这找你呢 你还说我爱酒 世小姐 对不起啊 现在有一些 国家大事等着我去办呢 关于相机的事情呢 我想以后再说吧 看看怎么样 跟我爸爸说 好 那 那我就不妨也花少爷的时间了 好 如果你有什么决定的话 请客人通知我啊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一定会负责任的 那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再见 少爷 这么容易就放他走 你没听见他说 他会补偿我吗 你猜 本少爷会轻易放过他吗 你我们不跟究竟 要动得不断拉喊的大地 燃烧起这沙拉的相遇 还不知道是怎样开始 因此就让一个结局 还明白拥抱的一程过去 如果是错我不要对 总难被伤前调嘴 你的笑你的泪暂尽了我 如果是错我不要对 总难我一生后悔 你的爱你的恨 煎熬着我怎去面对 你做什么事 我吃不了 我 naar我的 你做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